嗨,我是劉天仕 現在在加拿大多人多和大家做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就是《如是我聞》 在科林裏面 今天依然是講預言 預言這件事真的很奇妙 究竟有沒有這件事是可以未預約才知道呢? 真是奇妙到很難解釋的 英文這個provency這個字 尚文已經講過了 但是一般來說 預言是指一些不透過科學 而可以對未來作出一種預測 那我就大膽講一句 很多時候是穿鑿腹 當時是有一些叫做軌跡可尋 所以也很難概括地講究竟 預言是否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但是世界上的確有很多預言 使得我們知道 預很多未來的事 究竟這些是一個騙局呢? 還是一個真真實實的預知未來呢? 在現在來說呢? 我都不能夠百分之一百 跟大家講肯定的說話 那麼 那麼 在不同的宗教裡面呢 尤其大的宗教裡面呢 必定有預言的 那麼這些預言呢 宗教上的預言呢 有沒有靈的呢? 很難講了 比如 在耶教裡面 必定有一些預言 這些預言呢 最重要的關注點呢 就是世界末日 那麼在耶教裡面呢 的世界末日呢 情況呢 在他的仕途 約翰寫的最後一本 新約最後一本書《啟示錄》裡面呢 已經描寫出這個 最後的一場大戰 還有呢 最後呢 的審判 引致到呢 人最後都得到公義 靈魂呢 因為信仰了耶穌 所以呢 也可以升上天堂 不信的呢 就已經定了 聖經這樣說 他們呢 會下地獄 在永遠的流亡和火 裡面呢 受到非常之殘酷的 永久的監禁和虐待 好 那麼這個預言呢 究竟會不會實現呢? 現在言之上做 因為大家都未到最後一天 耶穌未曾降臨 所以我們不能夠證實他 一定能夠出現 但是很多 基耀派的信徒呢 都認為呢 是天國近了 曾經呢 美國呢 也試過幾個牧師 有成九十歲 那麼長壽的了 他們都呢 曾經呢 預言過 這個 末日的來臨 但是 很不幸 我們都見不到 那些日子呢 那些日子呢 講得這麼實的話呢 真是危險 危險的意思不是說他末日到 而是會不靈 不靈的時候是解釋不到的 好的 當然呢 每一個 宗教都有他的 那些 預言 末日的預言 和他的大預言 那 民間裏面呢 我們上次講了呢 在一本 很出名的 法國人寫的書裏面 這個法國預言家呢 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呢 曾經寫過 一本書呢 Centuries 因為 之前呢 我們都講過呢 他 有很多 四言詩呢 是 曾經 預言過 世界的大事 發生的大事呢 包括了呢 有人 講說 二次世大戰 或者拿破崙的興起 或者希伯拉的興起 或者歐洲的一種 災禍 但是呢 最難得呢 就是 其中有一句 的預言 就講 1999年 七月 講得這麼實在 恐怖大王 從天而降 這個恐怖大王呢 重新出現的時候呢 戰神以幸福的名義 主宰世界 那這些說話呢 充滿詩意 但是實際 就是呢 是不是 描寫著 一個 世界末日的情境呢 很多人都認為是 但是呢 好不好錯呢 1999年呢 已經過去了 也不感覺到呢 世界是 會有末日 或者接近末日 另外一個 講世界末日的預言呢 是 2012年 這個 馬亞 已經消失了的文化 在美洲 也預言呢 世界會是 會面臨一個 最後的滅亡 但是過去了 十幾年 也不見有什麼 什麼 是跡象 是會使得呢 我們 感覺到 世界上的末日來 我們 就講講 中國的預言家 中國的預言家呢 我們可以講 他們的祖師爺呢 就是 鬼谷子 谷子呢 大概 有這個人的 大約是在 春秋戰國時候的一個 所謂 預言大家 他的手下呢 就是他的學生呢 很出名 有章儀蘇秦 大家看電影呢 六國大風上呢 就自然呢 會見過蘇秦的了 章儀呢 也是一個 熊便家 在當年呢 這些 戰國 七國這麼 立立亂的時候呢 周遊越國 他說呢 只要有三寸 不難之蝕呢 他就可以生存了 那這兩位呢 熊便家 遊說家 都是呢 鬼谷子 門下的 得意門生 還有一些 孫斌啊 這些等等的 軍事家呢 兵學家呢 都算是 鬼谷子的門下 此也 他的本書呢 很多人呢 都視之為一個 預言 或者呢 視之為一個 很準確的 圓學的機密 天意的機密 書籍 但是呢 也有人呢 考慮 究竟 是不是 鬼谷子 作出來的呢 這個呢 都成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好了 那麼鬼谷子之外呢 之餘呢 就有兩位 唐朝的 很出名的人物 一位叫 袁天江 一位呢 叫 李淳峰 那麼說呢 二人呢 就合寫了一本書 這本 預言書呢 是中國很出名的一本 預言的書籍 流行了呢 中國呢 由 清朝的時候呢 已經 萬人 爭讀了 這本呢 叫做 《推背圖》 由唐朝的時候呢 一路寫到 文革 中間呢 他是用一些呢 捍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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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還有一些圖像呢 來表達一些 這樣的 語言的 情況 那麼這些 語言呢 是將中國的歷史呢 透過這些 詩句呢 而呢 暗語出來的 那麼這些暗語在裡面呢 當然呢 很多人 穿在附背下呢 也覺得很準確 那麼 但是呢 在實際上呢 很多人都 研究出這個 推背圖呢 可能是 偽作 虛偽的偽 是 假借了袁天江 和李淳峰 這兩位 高人 的名字 來到去 寫出來 那麼 後來呢 也有 中國 這個 才子 這就是 怪才子 了 金聖炭呢 能夠批註 那麼這個呢 也有人覺得 會是 假托 金聖炭之名 來 來 注 推背圖的 好了 那麼歷史上 有沒有這兩個人呢 有 而且有很多傳說 譬如 袁天江 袁天江 袁江是一位 當時的 道士 大家知道呢 唐朝的時候呢 非常之 重道家 道家學說呢 在當時呢 就流行 道教呢 是有不同的 定義的 大家要留意 那麼這個 道家裏面呢 有 修道人 他們呢 就是 所謂的 道士 袁天江呢 是道士來的 所以呢 他帶著一個陳佛 而且同時呢 袁天江 也是一個 聲象學家 聲象學家的意思呢 就是 觀聲的 當然呢 中國人呢 亦 體會到呢 在 天上的聲 現在我們說 聲秀學 的聲 實際 和 地球上 就是我們 所處的世界上 的人士 是 密切關係 這個呢 這個呢 假定呢 就是一種 地球為 人為 中心的 學說 原來呢 他們的假定 就說 上高的天 的 聲 聲秀 都是呢 從 旅 凡間 人世間的 重要人物 和重要事件 是有關聯的 譬如 一個重要的人物 死亡 或者失誓 都是和呢 他們所屬於 在上空中 有顆聲 的 穩落 有關 所以呢 這個 這樣的 傳說 或者假定 呢 在三角演義裡面呢 就 表達無謂了 譬如呢 講到 他們的 諸葛亮 他本身都是一個術士來的 雖然是政治家 但是 在 學 這個小說上呢 他也是一位呢 出家的 道士 這位 人兄呢 他都自己知道自己呢 名不久矣了 於是 他為了 更加 康復 這個漢室 盡多一點力量 所以呢 就 用了一個方法呢 來延長自己 小小的壽命 做完一些事才走 奈何呢 在故事裡面呢 就毅然呢 就大意 衝入了這個帳幕裡 踢了這個七星燈 使得呢 天意難為 那 諸葛亮呢 也因此呢 很年輕 現在所謂很年輕 其實 嗯 在當時 也算 差不多 五十幾六十歲了 五十幾歲了 就 滅亡 那當時 當時 他們看到呢 他所屬的星呢 也穩落 大將 皇帝 或者大官 他們都有星的表白 那現在來說呢 很多 新發現的小行星 小星星呢 都用了一些 文明的人呢 明人呢 來做起名 例如石日呼聲呢 例如李安呢 都是 有一種這樣的 詞語 和那種 光榮 來的 那 那 李淳豐呢 是一位隱士 當然呢 所謂隱士都是高人 來的啦 高人呢 之中呢 他歸隱 而已 那 那 這兩位仁兄呢 呢 以這個 袁天江呢 的傳說呢 就比較再神奇一點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呢 有一次 去到 母后 母呢 就母則天 後來當了皇后 所以我們叫他為之母后 那 那 的家庭 那 他們聽到小孩子的聲音哭 就抱了這個小女孩出來呢 見一見這位道長 當時呢 這位女孩的衣服呢 是沒有分男女的 就是說 男人也可以 女人也可以 那 小孩子的衣服 但是袁天江看見這個小孩子的 那個BB仔的上帽呢 就很大感觸 即是說了 他說 如果這個小孩子是女孩呢 他的命運不得了 可能就成為中國第一個女獲帝 那 這個是一個傳說的故事 將 袁天江的 神廟的 離奇的 神怪的 語言 加配了 誇張了 這麼說出來 那究竟有沒有這件事呢 我看呢 正史裡面呢 是沒有特別 講到的 因為 孤妄言之 就孤妄聽之 好了 那最後呢 就看看推背圖 為什麼叫做推背呢 聽聞呢 這兩位大師 寫作的時候呢 就本來不止 講到民國的 李晉鋒呢 還一直寫下去 他用什麼東西的心態 或者用什麼東西的智能來寫 推背圖呢 這個預言書呢 大家呢 很難了解 但是呢 這件事 在 當時來講 或者現在來講 都是叫做洩露天璣 天璣不可洩露 洩露 洩露那個 洩露者的 福音 所以呢 原來講呢 推推他後面的背部 叫他 不如休息吧 不要再講下去了 天璣不宜多洩露 那麼這個呢 也是一個傳說故事 使得呢 他們的預言的力量呢 是更加 大一點 還有呢 使得呢 大家人呢 很相信 他們呢 是有 未卜先知的能力 那麼 中國的 推背圖呢 裡面 是不是真的 預言到中國的 由唐朝 到民國的命運呢 呢 我呢 就有 有些懷疑 譬如中國 改變的命運 最重要的人物 毛澤東 在裡面 似乎 沒有出現過 文化大革命 依然這麼重要 的 改變國家命運的事件 裡面 也沒有預言到 有些人說有的 看看怎麼穿鎖附會 之後 改革開放 鄧小平的出現 後面 眾多代 領導人的 改革 甚至 到現在 習近平的 新的掌權 在 這個 推背圖裡面 都沒有很 切實的 提到 那麼這些呢 都是改變中國 命運的一個很重要 的人物和事情來的 不能夠 忽略了 那麼 同樣呢 中國有很多個 不同的 語言 比如 比如 我們所知的梅花絲 燒餅哥 《捕虛大絲》的語言詩 《蕾絲》的詩 《鐵觀素》 《床頭絲馬前貨》 等等呢 都是 非常出名的中國語言的書 但是我看 很多都是穿鎖附會 把現在的事 配上去 計時的詩句 而這詩句呢 可能是無靈兩可 可能呢 更加是 穿鎖附會 為什麼不說實呢 華和 天機 不可洩露 好了 那麼我們又 再講講 外國的 語言家 外國的語言家 有幾位 很出名的 譬如 有一位 寶加利亞的 盲的女人 這位盲的婦人 他叫 爸爸 Wengar 曼格 這位近小的 女語言家 他天生 很小時候 已經是 雙目失明了 他看不到東西 那麼 他只能夠 響朵 我 在語言界呢 成為世界知名的 語言家 一個窮的 窮肯僻養的婦人 有一種這樣的語言力量 就是因為 他預測到 蘇聯的 領袖 當年的領袖 史太林 死 死亡的時刻 說得很準 說得很準 很多人就會說 究竟 這個 硬的百婆 當年 港市太林死的時刻 這麼準確 是不是 一個騙局呢 也有人不相信 是說是一個騙局 而已 那麼 這位 盲的 婆婆呢 她不單是一個語言家 她並且是一個靈媒 media 靈媒的意思呢 她就是說 中國人的位置 問米婆 就是現在我們 羅蘭小姐 飾演的那個 龍婆 那是不是 她是一個好的 語言家 也同時是一個 問米婆呢 這件事情 大家 沒有見過 聽過傳言 就這麼說了 她可以 在幾百年內 以死了的人 都可以照她上來 跟她溝通 這件事情 我在很多個場合 講過 是有漏洞的 比如 她是爺教的 信爺教的 沒有可能 爺教的人的靈媒 寫了之後 是不受到驅促 她要不就在 燒等著 要不就在煉獄 如果天主教的說 在煉獄的火 受著煉獄的火 的焚燒 她在最後審判的時候 她是沒有自由的 所以 她沒有可能 你照上去 如果中國更加 如果她是佛教的 道教的 她都有一個 歸宿 或者一個頭胎 她這麼容易 被你照上來 如果頭胎 更加不能夠 如果她是閒雲野鬼 有啊 有閒雲野鬼 但是 也不能夠這麼容易 被她上身 上到這個 寧媒的身 或者是文媚婆的身 和你溝通 講述她的情況 這些 只是一個 傳說來的 這位爸爸 除了 寧媒 就是文媚婆的身份之外 她還是一個 說 和外星接觸的女人 就是說 她曾經和外星人接觸過 聊過 聊天 那麼究竟有沒有外星人 到現在呢 都是一個問題 我們上幾集 聊過 可能是會有的 但是是不是和這個 盲的女人 爸爸 聊過 接觸過 這個 就不得而知了 那麼 她曾經 預言過的 有幾樣東西 是響打的 譬如 她預言過 911 又預言過 蘇聯的瓦解 神奇到 她是 預言過 王菲達安娜的 死亡 甚至乎 她 會預言到 美國有一位 黑人 突然做了總統 這位 奧巴馬 但是她有一件事 說得太實了 她說奧巴馬是 美國最後的一位總統 那現在特朗普呢 證明不是 還有一位特朗普 繼承總統 那又有人說特朗普 可能最後呢 這個可能是良好願望的 根本上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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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選舉 建制呢 沒有那麼容易 是 失去 那麼有一個呢 比較 她說得實而能夠實現的呢 她就是說 富爾斯克 富爾斯克 沉沒 富爾斯克可能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那麼這個地方呢 也沒有沉沒過 但是 蘇聯的一艘潛艇 富爾斯克號呢 就曾經呢 沉過到海底 到現在呢 都找不回 那麼 這位 盲眼的 婆婆呢 已經去世了 那麼 那真令假呢 留待後人呢 再慢慢談 那麼 但是呢 另外一位呢 比較 出名的呢 就是 叫做 愛德華 海西先生 這位 美國人的 預言家呢 她呢 是有她的特別之處 她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她 經常睡覺的 她是睡眠的 預言家來的 當她睡眠的時候 你可能透過睡眠呢 可以知道很多未來發生的事 那 譬如呢 她 早期呢 預言 1924年的時候 已經預言 在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尾呢 美國會出現大蕭條 那麼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呢 當時呢 有一句名言呢 就說 柴仔都在說 買股票的時候呢 大家要小心了 那 這個說話 不知道香港呢 合不合用 我看都合用的 那 總之呢 美國在1929年後呢 就曾經呢 試過經濟大蕭條 這個華爾街呢 那 那 這個是一個呢 她的 預言 生效 究竟是一個 她看到的軌跡 聰明人看到的軌跡 還是 真真正正的預言到呢 我不知道 那另外呢 在政治上她看到呢 西班牙開始打內戰 而這個戰爭呢 在歐洲來說 是相當之一個慘禮 慘烈的 她又看到呢 日本 開始 擴充自己的實力 侵華了 又看到呢 蘇聯呢 自從呢 這個 史太林 當權之後呢 就漸漸呢 將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使得呢 她成為呢 很獨特的領袖 那麼 成為一個呢 獨裁者 那麼 講到獨裁者呢 海西呢 海西呢 也是 體會到呢 當時 德國 的一個呢 英雄 一個 英雄 西特拉呢 會上台 而呢 統一 那個國會之後呢 就發動了世界第二次勢勢的大戰 而最後呢 美國呢 是 參戰 美國曾經呢 發戰爭財呢 都 吃了不少利益的了 在中間 二戰的時候 那麼美國參戰呢 然後呢 就 最後呢 就贏了日本 贏了德國 那 那就 世界開始呢 就成為 美蘇兩個強國的 爭霸的地方 這個 世界歷史裡面呢 稱之為 冷戰的開始了 那 那麼 當時呢 這位 海西呢 也是 從他的 預言裡面呢 是 講出 金賴迪總統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大 哈利多夫的 美國總統 年輕總統呢 就 會 預食 死亡的 那麼 他也預言到呢 戰後呢 英國會被 印度獨立 最奇妙 最奇妙呢 就是他認為 是 以前呢 在傳說中 的阿特蘭大 這個 阿特蘭的大陸呢 聽聞說沉在海底 是會重新被發現的 那麼這個呢 失去了的大陸呢 曾經呢 在 帕圖的書籍裡面呢 帕圖的書籍裡面呢 曾經出現過 大家呢 西方的人呢 都相信呢 這個是一個 真正存在過的大陸 那 那 他預言 講了 講出來之後呢 果然呢 考古學家 你曾經呢 得過一些資料 就在海洋的 大西洋的海底呢 發現一些 這樣的痕跡 可能呢 阿特蘭大呢 就在大西洋的海底那裡 都未頂 那所以呢 那這位 海西呢 也是當年呢 他 他的 預言呢 是非常之 準確的一種 好了 那麼 究竟 世界上的 預言家 有沒有 真的預言到 我們中國呢 有啊 大部分的預言家呢 都講 一個 天記 他說呢 美國的繁盛 美國的 強權 或者美國 飾演世界 領袖這個 這樣的情況 將會 被中國代替 就是說 中國的崛起呢 是可以 成為呢 世界的 阿哥 大阿哥 那麼 在情形 現在呢 中國的經濟 已經踏上去一個 非常 非常 尊貴的地步 我看呢 沒有多久呢 他會超越了其他國家 直接挑戰美國的經濟 那當然也有人呢 講 中國的經濟的 命脈呢 並不是很穩定 將會呢 有 枝爆 的可能性 那這個呢 我們大家看看 究竟 這個預言準不準確 但是在軍事上呢 我很多朋友呢 都講到一個 軍事強國呢 它是後面呢 要它有 國家的科技的配合 似乎呢 美國的科技 和它軍事的力量呢 在近這二十年呢 是很難超過的 話說說 中國能不能夠 中國 超越 美國 成為 世界的 大哥呢 除了經濟之外呢 還要看 它那個 軍事的力量 這個呢 我就 拭目以待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我覺得 中國人呢 可以自豪的 就是因為它 有一個 五千多年的文化 這個文化歷史呢 是其他國家呢 所沒有的 古文化的地方呢 譬如 埃及 譬如 猶太人 希伯萊人 印度 這些呢 似乎呢 已經 複忘了 能夠在中國上 在中國的土地上 能夠生效的呢 仍然是中國文化 這個中國文化 事實上 真的是世界上的一個領導 這個成為世界領導的原因呢 我相信呢 是很充分 很足夠的 好了 那今天呢 因為 預言呢 所講的 是 暫時 在此 打轉 我們還有第三集 講到 其他 重要的 預言 和預言家 的故事 那大家呢 下星期 星期四的晚刻 繼續呢 繼續呢 收睇 科林裏面的 如是我文 由 劉千次 單人講述 希望大家 喜歡 還有呢 希望大家給多點意見 而呢 很多為問我 很多問候的 說話呢 也很 多謝各位 大家呢 都跟我打招呼 老懷 安慰 真是 多謝 好了 那 今晚的時間 差不多 會短一點 請大家原諒 拜拜